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么3点02分已经到了 我们就开始吧 大家好 我是去对一下录像吧 好的好的 稍等 recording in progress 好 我们录制开始啦 大家好 我是一文 欢迎大家来到美国精神健康联盟 NAMI康俊分部中文部 所带来的阅读讲座 今天将由我和我最好的朋友 也是我的同事李戴松给大家带来 有关青少年与家长如何沟通的讲座 Leo 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是Leo 我们两位将以大学生视角和现有的经验 以及我们所做的一些research 为大家解答可能存在的疑惑 在这里请允许我感谢一下前来的各位 以及在转播本次讲座的波士顿电台 和我们Kaiser的心理咨询医师Dr.Philip 在这里请允许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跟我们互动 也可以把自己的疑问打在chat里 我们会在讲座的最后 如果有时间的话 跟大家一起沟通一起探讨 是的 我这次也特别感谢Dr.Philip 能够抽出时间来前来 对 特别感谢 然后就是在讲座的最后 大家如果有问题 问我或者问一文 或者是问在座各位的任何一位朋友 你可以问Dr.Philip 就是如果有问题 给大家chat里面 然后我们会在最后的时候 同意回答 特别感谢大家 那么在开始之前呢 我还是想再介绍一下 我们两位 因为就是可能有些人 已经认识我们了 有些人还不认识我们 是第一次看到我们 所以就再做个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 我叫Leo 然后我的中文名字叫李戴松 对 然后我是Nami Contra Costa的 Transitional Age Young Spirit Counselor 就是我们的Tay Sign for青少年 我就是我们的青少年的协调员 然后议员 大家好 大家可能还不是很认识我 因为我刚刚加入Nami Contra Costa 只有一个月左右 然后我也是一位Transitional Age Youth Peer Coordinator 同时我也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亚裔精神健康学生组织 Hillbridge的副主席 那么很高兴通过这个讲座 见到各位 特别感谢各位 然后我们两个其实都是在国内长大的 所以我们其实会有一些更多的经验 更多的一些更于就是留学生的一些经验吧 今天特别希望能够分享给大家 好 那么我们今天其实会分这么几个环节 就是首先呢 我们会进行我们的一个讲座 我们俩有好多关于就是这方面想说的话 关于沟通 关于overall的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的现状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第二部分呢 是我们主要的部分 我们是有一些 我们想聊的一些知识 一些关于非暴力沟通的知识 关于家长和青少年沟通的技巧 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第三部分呢 就是跟我们现场问答 因为我们肯定不可能涵盖所有的topic 所有的话题 所以要请各位的家长 就是如果你们有疑问 可以在第三部分 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谈谈 那么在讲座开始之前 我们想要跟各位 以及在YouTube观看的各位 重申一下我们讲座的原则 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在这个会议里 我们要尊重彼此 不论我们是陌生人 还是尊重您的孩子或者是家长 第二点也就是 我们要保持一个开放性的 辩论性的态度 不去批评别人的理念和行动 不论你是同意 或者是反对观点 第三点是因为大家来自五湖四海 拥有不同的成长轨迹和宗教选择 所以我们要尊重所有人的信仰 第四点 我们不希望在这个讲座里 涉及任何政治立场相关的辩论 也请各位注意这点 第五点也是最后一点 我们希望所有人能够保持希望和乐观的态度 人生不如一时有八九 Change the way you think Change the way you think Change the way you think 是的 大家其实只要保持一些基本的尊重 我们就今天绝对没有问题 好多都是老朋友了 我们也都认识 然后我们就正式开始了 就骚骚骚 我今天想以我个人的故事开始 是我的一些亲身经理 大家也希望大家最好能够保密 也不是一个很严格的事情 是这样的 我当时是2018年的那个时候 我还在国内上初中 当时我的妈妈她跟我说 想带我来美国这边留学 当然在很多家来都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哇能够有机会出国深造 但是我当时并不是这么想的 我当时会觉得说 我在国内已经有一个 我很适应的环境 我当时是高一 刚刚高一完成 马上进入高二 有一个我非常非常适应的环境 有很多我的朋友 然后我当时的学习也还不错 就是没有很烂也没有很好的样子 我很满意我当时的生活 于是妈妈突然跟我说要带我出国 就感觉像改变了一切一样 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我那时候就真的会很生气很生气 我就跟我妈妈说 你为什么要替我下决定呢 你为什么要就是也不跟我商量 就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决定 要去办手续啊办卡要很长时间吗 然后我就会真的哇不开心 就觉得她不够理解我 然后同理我妈妈也很生气 她觉得哇她付出了这么多心血 就是金钱方面也好 然后时间方面也好感情方面也好 她付出了那么多 愿意给我提供一个可能是再来深造的机会 她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机会 很多人都没有的机会 而我就这么不珍惜 我却把它就是驳斥掉了 我们两人就会大吵特吵 就是那种真的是吵得很激烈 两人都不能理解彼此 就这样呢 因为我当时还是个孩子 就是我也没有任何的 就一个大的去背景圈 最后他们持续的说服我 没有办法 我最后就当时是 不是特别情愿的来到了美国 对 然后来到美国之后 马上面对一个崭新的环境 我没有交到任何朋友 就是这么大的学业压力 然后就马上就要申请转学 上大学的事情 就是我最后就有点抑郁 就是在美国的前两年 我其实是在抑郁中度过的 但是呢 我也没有去找寻心理医生 因为这是我们的文化 这点我们后面也会提到 就真的是那段时间抑郁的度过 每天就是没有精力啊 然后在学校也表现不是很好啊 然后在社交活动中也是精神萎靡 没有任何的能量 嗯 后面的事情我们会聊到后面再说 但是这个时候我想说 沟通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当时和我妈妈互相的不理解 导致了后面这一系列的一些连锁反应 或者是一些铺垫的事情 青春期是一段非常不稳定的时期 因为我们今天主动的是青少年 而不是说五六岁小孩 也不是说二十几岁的成年人 我们主动的看的是十几岁的青年 青少年 他们的心理健康是很不稳定的 他们和父母的沟通也会计划出很多的矛盾 所以就带着这个故事 我们今天看一看 到底有什么能够去说沟通的方法 或者是说这种 面对现状能够我们去解决 能够帮助的方法 我知道今天来的很多家长朋友 也是带着这种心态 看看怎么样能帮助到自己和自己的孩子 这也是 特别感谢各位能够前来 所以大家可能会很好奇 或者会有些疑问 我的事情只是一个个例 就可能我的现状 并不是很多人都有过相中的体会 你们可能会说 哎呀利用 你这只是一个个例 你不能代表我们所有人 但是现实不是这样的 现实情况是在美国 尤其是我们亚裔 我们这些少数群体 我们的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 非常的严重 它并不是一个个例 它也不是一些少数就可以代表的事情 具体的例子呢 是这样的 我就交给亦渊来说 我非常对李友的故事感同深受 因为我觉得 大部分从国内 然后在一个青春期的年纪过来的孩子 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并且不仅仅是文化冲击吧 其实所有的这些对于一个青少年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改革 那么心理疾病在年轻人之中 非常常见 不论你是拥有任何的文化背景 它都是一样的 根据我们的统计数据 每五个青少年中就有一个曾经 或者现在患有过精神疾病 我们今天的zoom来了 让我看一下 大约25个人 也就是说 如果这25个人都是青少年的话 里面就有五个人 可能饱受着 就是精神疾病的困扰 我本人就是这样一个 one in five 我在今年年初 刚刚确诊了一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不仅仅是一个普遍现象 更也是一种 不需要大家去 对于他非常的害羞 或者害臊 因为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 你要说出来 是的 就像刚刚一位说的 我们这里面可能就会有五个人 患有精神疾病 里面可以就是 如果是你们的孩子患有种疾病 真的是会很绝望的一个事情 然后不只是这么多 精神疾病还有很多不同的类型 比如说我们的moon disorder 我们的behavior conduct disorder 就是所谓的情绪障碍 品行障碍和焦虑症 这其中又会有很多人是 同时患有两种或者以上的东西 真的是很严重 很严重的现象 尤其是在我们亚裔之中更是严重 像这一页 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只有50%的 青少年疾病 开始于14岁以前 就是在我们 其实很年轻的时候 还没有正式迈入到 青少年这个过程之中 只有50%的学生已经开始了 然后3%的精神疾病 发生在24岁以前 这就是一个majority的 发生现象了 然后在全美 只有7.4%的青少年 能够就心理疾病修医 这就意味着 如果今天我们的会议 25个人之中 有5个人患有精神疾病 非常可能的情况是 他们5个人 一个人都不会去看医生 他们没有这种资源 他们也不会去想到 seek for help 这真的是一件 非常可怕的事情 没有得到正确的帮助和治疗 这种问题的发展 只会越来越严重 或者说他没有办法 恢复到他正常的状态 或者说真的是很绝望 需要帮助的一个现状 这张表我们可以看到 这张表是比较老的一张表 它实际上是2004年和2017年的比较 2011年和2016年的比较 就是在疫情以前 我们会发现 英美两国的我们的年轻人 就包括是受众文化的熏陶 无论你是留学生也好 无论你是美国土生土壤的本地人也好 他们的情绪障碍和发病率 都是这种显速上升的一个趋势 percent几乎是大跨越式的上升 这还仅仅是疫情以前 我们可以看到疫情以后 随着越来越多的这种因素的发生 或者是我们的remote study 像这种越野生的学习啊 孩子们在学校里啊 他没有办法和老师正常的交流 然后被困在家里 他没有这种正常的社交活动 我们的心理健康比 只会越来越严重 趋势是一个成上升的趋势 无论是对很年轻的年轻人 从12岁左右开始到稍微大一点 哪怕是20多岁的青少年或者壮年 他们也会有同样的问题 疫情真的是愈加加剧了 我们这种跨越的趋势 非常的严重 那么我其实想说 大家可能会还是有一点疑问 我们讲了这么多 关于静人见光现状的问题 他和我们今天要聊的沟通 有什么联系 为什么能联系到我们的沟通上 其实大家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 如果在18年 我当时和我妈妈来之前 我们两个人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沟通 我能够深深水的 带到她的角度去想一下 妈妈为我做了什么 妈妈她的有点难处 她给我提供了什么机会 她的出发点是什么 而妈妈呢 也一定要带入到我的角度去想 我的孩子在 或者说我在国内生活了这么多年 在国中有一个如意得水的环境 突然要从零开始 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她的心态会是什么样的 她有没有准备好 她我应该怎么去帮助她 这都是很多一些换位思考的问题 所以后面呢 我和伊林会着重着重讲一下 沟通的重要性 如果当时我妈妈能够 完成了好的沟通 我可以说 对我来说 我觉得我的抑郁不会那么的严重 或者说不会持续那么久 就像家人的爱 永远是最核心的一个支持 Family Sport 永远是第一位的 所以说如果能找到一种方法 让我们双方都能够平心静气地去体会双方的不义 不仅仅是孩子体会家长的辛苦 更是家长要体会孩子难处 真心实意的情感交换更加顺畅 可以少一些争吵 尤其是当孩子还处于社会关系较为简单的时候 或许他们确实无法摒弃一些自己已有的 珍惜的去交换一个 呃在大人看来非常有前途 但对自但在孩子看来可能只是一个 上司给自己花大饼一样东西 那么他确实非常难以去成为这样一个 能够有足够经验去做出一个比较好的决定 然而在现实中 家长和孩子确实很难做到高效期互换立场的沟通 是的 那么造成这种沟通障碍的原因有很多 我想这也是应该就是最主要的原因 为什么大家都会今天在这里听我们两个聊天 现实中达到这种很高效的 让孩子们完全理解到家长在想什么 家长们你们都想到孩子们想什么 是非常难的 起码我可以说我们家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其实今天就是我们希望提供一些建议来帮助下大家 就是可能啊 大家有一点点收获就好 在聊这个问题之前呢 我们一定要先聊清楚问题的关键 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我们和我们孩子和家长之间的沟通 没有这么的高效 往往是家长的爱传达不到我们身上 我们也理解不了家长的爱 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呢 其实是很多方面的一个现象 最开始的呢就是我们的文化差异 这点尤其显著是在那些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们 在美国出生 他们接受的往往是美国文化的熏陶 包括这种偏向自由一点也好 而且像它不像我们中国文化那么讲孝道 一种传承的精神 美国文化更多是让孩子独立地去发挥 自主发挥 这一点和我们家长所经受的中国传统文化 我们要讲孝道讲传承 是一种传承的精神 几乎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是在美国途中途中长长大的孩子呢 这方面在教育上就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他理解不了家长中 与于中隐含的一些对孝道的理解 他没法去理解这件事情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作为留学生的群体 哪怕我们是在国内长大的 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的同学我们的老师 都是途中途中长的美国人 或者说我们会接受到美国文化的讯号 这一点会让我们对自己的认知有一个冲突 我就可以拿我自己举例子了 我会觉得我在国内经历的教育 和在这边的教育是两码事情 他们教我两种略微不同的价值观 我就会疑惑 到底哪一种适合我呢 哪一种是对的呢 哪一种会让我变得幸福呢 这种冲突也是我们在长腰 能要去提防的 作为孩子我们也要去 变成的去看待这个问题 对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广泛很宽泛 我没有办法去具体的讲 只是给大家提一个引子 然后第二点呢是经验不对等 我们可以发现有时候 不能说有时候吧 一定家长他的经验太足了 他经历了三四十年的这种摸爬滚大 他在社会中的经验都可以帮助他 更好的和孩子看待某一个问题 他家长往往看问题会更全面 看利 看弊 有利 有弊 去结合对孩子的一些风险评估 一些所有的事情 但孩子做事往往不是这样 我们没有这么多年的经验 我们没有这么多年的之中 失败的经验也好 成功的经验也好 我们做事情往往凭着一股冲劲和拼劲 或者是一种喜好 虽然说我们 因为我们是青年人嘛 我们不是小孩 我们也会看利弊 我们也会说 哎呀是不是太危险了 但是我们更多的 还是凭着一种本能的冲劲 这点是经验上的 不对的 然后第三点就是家长群体天生的优势 这一点呢就是显然一见吧 我们家长朋友们 你们一定是经济自由的 对吧 我们孩子我们没有工资 我们没有工作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核心的 因为家长往往占据了一个主导地位 他往往是在里当的那个人 他掌握家里的经济方面 他有更多的能力 他有本事 他学过了很多的各种能力啊 画术啊经验啊什么的 他在承受压力上 也是远远强于孩子的 因为已经是一个完全的成年人 在社会中经历了很多年的训练 这一点他们就有天然的优势 在沟通中很容易 因为孩子就会落入下方 或者就会被拐入歧途之类 我并不是说家长就一定会 误导孩子 饮导孩子什么的 我们很多人都是很有爱的 想爱 用爱去体贴孩子 但是因为孩子 他没有能力表达出他想说的话 家长的这种主导地位 往往就会把孩子想说的话带偏 他就没有办法表达出他想说的内容 就会导致沟通的这种不便利性 或者不正确性 还有一种是先入为主的判断 这一点是我深有体会的 就是我自己的成长速度 就我觉得我小时候可能十几岁那会儿 我的速度其实成长速度很慢 我是在十五六岁那会儿突然大变样 就感觉第二年我妈就不认识我一样 这个人变成了一个新的模样 这个时候家长就不可以带着 先入为主的判断 就觉得他还是一年前的一个傻小子 啥都不懂了 这种成长速度是家长一定要考虑其中的 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对我来说 然后最后一点也是最最重要的 我放在了压轴 就是共情能力的缺失 就是我们英文叫empathy 它是一种同理性 我这里用的词是共情 而不是同理 就是在情感上 你可能要更多体会到他们的不义 有时候很多的大道理说出来 就会感觉其实就跟吵架一样 就是你被我着想 为什么为什么 一条一条的就好像在吵架一样 其实很重要的是情感上的交流 我们会体会到妈妈的不义 或者爸爸的不义 爸爸妈妈也要体会到孩子的难处 他们有哪些想法 他们的挣扎和冲突 共理而不是共情 而共理也很重要 但是共情也相当的重要 在情感上的互相交流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所以聊了这么多可能出现的一些 导致这种沟通问题的因素 我们接下来呢 就要聊最核心的一点 怎么去处理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想给大家分享一本书 它是 它叫《非暴力沟通》 它是由 临床心理学家马希尔罗森堡 所撰写的书籍 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本书 它所提倡的《非暴力交流》 既可以用作临床心理治疗手段 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自愈技术 尤其是有利于寻求人际关系 和工作中的和谐 在最初的发展中 《非暴力沟通》模式 足以让人构建正式或非正式的权利关系 就像我们这次探讨的话题是 父母与孩子 这就是一种非正式权利关系 最终的目的呢 是建立一种恢复性的伙伴关系 和互相尊重的社会关系 而不是一种报复性的 toxic 基于恐惧的支配性模式 而这种沟通方式 在截止2017年 已经有15篇硕士和博士论文 在108篇或更小的样本规模上测试了 普遍认为该模型是有效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下 非暴力沟通的四要素 这一点就是这本书的核心问题了 就是我们在建立一种非暴力的沟通模式中 到底有哪四点是需要注意的呢 就是观察感受需要和请求 它像是一个逻辑链式的勾当 最初我们再遇到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 我们作为孩子和家长有一个冲突 或者有一个矛盾的时候 我们第一步是要先观察这个事情 注意是客观的观察 而不是说带着主观个人色彩的评价 我们需要观察这个事情的起因 它到底是因为什么客观因素 有什么样的客观上的矛盾和冲突 把这事情分辨出来 而并不是说 我觉得这事情很讨厌 我不喜欢这个事情 这个更多是一个评论了 然后呢过渡到第二点 就是我们的感受 我的感受如何 这件事情是带一点你的个人的评价 你觉得这个事情 你的看法是什么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感情 你觉得他开心 你觉得你不开心 你觉得你不喜欢这件事情 这都是一些感受 第三点呢就是需要 这件事情你到底需要怎么做 或者说你是想要怎么做 这些事情发生了 这也是一个因素 最后一点呢就是请求 你要和你的父母 或者说是和你的孩子 要做出怎样的沟通 或者交流也好 或者妥协也好 或者让步也好 或者是最正常的这种谈判 那这个词可能有点过重了 或者说的话是那种 两个人对等的去交流 去分析去评价 对要提出一个结实的具体的诉求 那么可能现在大家看这张PPT 感觉还挺就是 呃不是非常的扎实 不能太理解 那么我们和一些 针对每一条要素的一些例子 嗯是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就像这一页说的 我刚刚聊的就是 观察和评论 它是有区别的 就比如说观察来讲 就是哎我的上周 我的孩子上周 买书花了500美金 它是一个冰冷的客观的事实 没有任何人可以说 他说是是好是坏 它只是一个事实而已 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一步 把我们的评价混进去了 说哎呀我的孩子花钱 太踏手大脚了 他都不把钱当事 这种时候你就会潜移默化的 把你的情绪和感情带进去 孩子会非常敏感的 补到你的这种情绪 自然而然一种敌意的关系 就会产生 就很不利于后面的沟通和交流 所以在第一步 我们一定要观察出 这个事情的本身的事情 而并不是说 带一些个人情绪进去 还有一个例子 就比如说 我的孩子在过去的五门考试中 没有获得的理想的成绩 这样就是一个比较客观一些 OK的评价 你就不要说 哎呀我的孩子成绩很差 他都不喜欢学院 这种就是很明显 带了情绪进去 而对我们孩子来说呢 就比如说 我的父母总是在同一件事情上 重复一边又一边 我个人其实 并不太喜欢这个总是 这两个字 就显得好像就有点强调了 我就会说 哎我的父母太喜欢重复同一件事 但是呢 有的孩子会说 哎我的父母好烦人 就老要说我说我 就好唠叨呀 这种情况就是 带了个人的情绪进去了 就不太合适 容易引起冲突 还有一个例子 就比如说 我观察到我的父母 在我的身上投资 不如另外的孩子身上多 我觉得我父母可能有点偏心 这种事 并不是说完全的客观的 不带任何的评价 而是说你的主观上 你不要去埋怨 你不要去埋怨对方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相比我的父母太偏心了 这种话 就像我们说的最后一个 关于父母偏心的例子 其实非暴力沟通 并不要求我们做到完全客观 或不做任何评价 他只强调 我们要区分出两者的重要性 当我们无法正确的区分 观察与评论的时候 那么聆听者会倾向于 汲取我们话中批评的部分 而这件事情会让 就是聆听的人 产生逆反心理 最终导致整个对话崩溃 反之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个 或许能够得到更加积极的回应 也能够让整个沟通的结构 可以变得更加清晰 是的 是的 而且我们就是绝对不想激发 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 他们的逆反心理 这样就会有可能更强烈的冲突 我们希望得到一个积极的回应 有效的高效的回应 好 这页我们交给一文 体会表达和感受是我们四要素的第二点 那么我将简单的把它分为三个 一是被压抑的心灵 二是区分感受与想法 第三是分付词汇表 他其实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要意识到我们的感受是否被压抑 那么因为 人人们常常会认为感受是无关紧要的 重要的是权威的正确思想 而在我们这个case里 也就是代表着权力上位的家长 这其实是不对的 因为表达内心的感受 需要被鼓励 需要被支持 我相信各位在座的家长 在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 这一点上做得很好 但与此同时 我们需要做的是去体会 去倾听孩子内心的身影 而不是让孩子在服从的过程中 抹灭了自己的性格 和对家长的信任 区分感受与想法 就像是我们刚刚举的例子一样 就是我们要理解 我们到底是在宣泄自己的情绪 还是说我们在观察之后 得到了一个推论是合理的推论 那么同样是去分开感受与想法 多多表达自己的感受 而不是去表达一个 类似于盖棺定论的评价 尤其是一个负面的评价 丰富词汇表 建立词汇表 让人让自己能够更加清晰的表达感受 同样是表达我很好 举个例子 我们可以用高兴欣慰振奋轻松 来细化自己的感受 从而更好的去向对方传达自己的声音 只有当我们能够清楚的去表达自己的感受 表达自己的需求 那么对方才可以更加轻松的意识到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而不是在双方互相宣泄情绪的同时 最终达到整个对话崩溃的结果 是的 我特别同意义文刚刚说的 而且还有一点是我之前读过一个故事 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在理论之外 我们要聊一些就是比较轻松的话题 就是说小鹰 老鹰啊 他们在养孩子的时候 一般鹰妈妈或者鹰爸爸 他们会在小鹰羽毛掌权了之后 把他们从山崖上就直接推下去 就真的是很残忍的一个事情 这样小鹰才能学会飞翔 那个故事里是说 有一部分小鹰就因此就是可能会受伤啊 或者就哪怕是摔死牙怎么样 真的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 但是就是有一点是我想比较同意的 就是说 有时候孩子的社会中的体验 是需要他们自己一步一步去发掘 靠他们自己经验 这样的体会和理解 才是对他们最有帮助 对他们现在成人也好 独立生活也好 特别有帮助的一点 这一点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尤其是对我自己来说 就往往是我在社会上 自己学到的经验 我自己摸发风打出来的经验 才是让我特别有体会有共鸣的 感受的根源也就是非暴力沟通的第三个要素 是自身的需要和期待 以及对于他人的看法 更好的感受是对自己的成长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摘录了一段 我对大部分人人生经历的概括 那么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经历过成为情感奴隶的时期 我们认为我们有义务让他人快乐 也步入过一段面目可赠的时期 我们拒绝去考虑他人的感受或需要 只注重于自己 最终我们都会成为自己的主人 我们能够为自己的意愿感受和行动负责 但不再苛求自己去负责他人的喜怒哀乐 我觉得就像Leo刚刚所说的 我们每个人都将独立去成为自己的主人 但这一切的基础都是在我们能够成熟的 感知到自己的基础上才形成的 让孩子一味的顺从 并不会让孩子带来对人生全新的思考 反而会去剥夺他们感受的能力 从而永远成为一个孩子 家长语意下的孩子 没有办法成功的飞 如何请求帮助 也就是最后一点 也是我刚刚在前三章PPT里 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就是 我们要清楚的告诉对方 我们需要他们做的是什么 提出的要求要越具体越好 在这里我想再引用马歇尔罗森堡在书中的一句话 我们越是将他人的不顺从看作是对我们的排斥 我们所表达的愿望就越有可能被看作是命令 含糊不清的表达会让人难以理解你究竟想要什么 并很有可能以爱之名裹挟 将合理的要求变成不得不服从的命令 而在那一刻 父母和孩子的沟通就会产生极大的问题 因为父母的要求并没有得到回应 而孩子也并不知道父母要什么 只能感知到父母的情绪 和来自父母的威严 是的 刚刚一文说的句话我其实会很有共鸣 就是说我们将不顺从看作排斥的话 我们就会在沟通上 一是更加的难以去沟通 第二我们的愿望就会被看作是命令 我们就有带有那种命令的语气 这一点我觉得就是很好的真的是 衔接到这一点上 我们的沟通是核心 永远是互相理解 作为家长和孩子之间 我们永远不会有一个敌对的环境 我们始终是一家人 对吧 我们不可能是说 我们是故意为了对方怎么怎么不好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就说 有时候我们表现出的敌 我们表现出的抗拒 永远不会是排斥 它不会是说孩子 会把家长把命的推开 想让他们怎么怎么不好 只是说孩子可能会觉得不习惯 这样的事情 他不想接受这样的命令 他不想接受这样的安排 而对于家长来说 可能是家长他不习惯 孩子这样去叛逆 这样去反抗 这样去抗拒他所提供的一切 尤其是抗拒家长提供的爱 这次讲究之前呢 我们发出了很多很多的问卷 我们也采集了大家很多很多想问的问题 在这个环境呢 我们就想跟大家一起看一看这些问题 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其实最后只搞弄到了三个小的subject 我们一起来仔细的聊一聊 看看孩子们是怎么想的 看看大人们是怎么想的 只有当大人们知道了孩子们大概在想什么 才能至少跟他有一个比较正常的沟通 如果你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就真的是 真的是那个怎么说 对驴谈琴 还是对牛谈琴 对牛谈琴 我记错了 对 所以说我们就来看一看吧 首先第一点是我们在问卷里 被问到最多最多的一个topic 就是对时间管理和游戏上 很多的孩子的家长会有这种矛盾 就是看的孩子对时间管理啊 经常是你知道 比较凌乱 或者说他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或者会多玩一会儿游戏啊 沉迷游戏之类的 这个问题我们就来自己看看 两边都是怎么想的 屏幕的左边呢 白色是我们孩子们的想法 我可以给他来念一下 想对有一些我们自己的安排 过度的干预是侵犯我们孩子的隐私 过分的参与是对我们的不信任 不够尊重孩子 在我们青少年这个层次之中 不把我们当有独立意识的个体看待 这是我们在问卷中收集到的一些想法 我们再来看一看家长我们的想法是什么 有些家长会说 哎呀我们的经验更多 你们应该听我们的安排 我们有更多的经验 我们会让你就是走上一个 你认为幸福的或者成功的道路 有时候家长朋友说 哎呀孩子他就是 他小嘛 他不懂这些东西 他就是在浪费时间 他应该为了他的人生去努力去奋斗 我需要纠论他的行为 或者还有家长朋友说 哎呀游戏啊 会让孩子沉迷 就跟吸毒或者赌博是一样的 他会丧失 让孩子丧失所有的注意力和这种意识 就是沉迷在那个游戏里了 这一点呢 双方一定是会有很激烈的冲突 或者是这种辩驳也好 或者说会吵架也好 在这点上呢 我是想为两方都做一个辩护 没有人是固定横对的 我不会说家长一定是对的 我也不会说孩子们一定是对的 他们都有各自的科技之处 所以在沟通中呢 我们就一定要 在就具体事例具体分析 或者说在每一点上看到每一点的不同 看到我们的初心 比如说家长说了一句话 但背后可能是有他的愿望和初心 他的想法是我们要去看中的 所以说 对家长朋友们 我想对你们说几句话 首先呢 对孩子来讲 时间管理上 他大了 清长年以后 确实要给他一些自我成长的空间 他自己要慢慢学着去安排时间 无论是为了将来的独立自立也好 还是为了他自己的这种 那怕是这种管理的意识 自我管理的意识 自我安排的意识 让人慢慢尝试去做这一点 最重要的一点 我觉得其实是尊重孩子的隐私 有好几个孩子们在问这里填了这个问题 就是说特别想让我聊一聊隐私的话题 就是如果我们长大之后 到青少年 我们就不再是小孩了 我们对隐私看的其实是非常重的 尤其尤其是在美国这个环境 我们是特别想隐私 privacy 这东西是很大的一个权利 有些时候 有些底线 确实是在一个年龄之后 家长不能够去跨越的 这点我不想说得很严谨 因为是什么呢 在大的方向上 家长一定要是 屎堕了那个人 我们绝对不希望看到孩子 在那种黄堵路 这种堕落的路上走得很远 这种损害自己身体 或者是威胁他人生命的这种事情 这种严重的底线 是家长们绝对不能够退步的 但是我也不是说家长就可以看 孩子的每一个事情 看他是不是沾上这个习惯了 是不是这样不好 要慢慢建立一种信任的亲和关系 慢慢的让孩子信任 他有这种大的人生问题的时候 他会去跟你聊 所以说给孩子隐私 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 且重大的事情 你要有一个取舍 你不能什么事都管 你也不能什么事都不管 你要去拔了那个洞 但是也要让孩子有它 开始让他自己有它的走的方向和曲线 也要尊重孩子们的人格 他们将来会是一个完整独立的个体 而不是说像 可能说的很难听 像家里的一条宠物一样 孩子们拥有他们自己的 未来的方向和人格 这一点尊重是一定要给到的 然后游戏这一点就是 这点是我个人的亲身经历了 因为我其实玩的游戏不少 我妈妈就是 她也经常会猴我 就是爱自己玩游戏 老玩游戏就是这种 但其实我经验来看 我的来美国之后 我的英语进步得很快 一方面是和游戏有关系 也和音乐有关系 他能给孩子带来很多的这种 比较宽泛的知识 他可能并不像你的学习 他是在某一个物理啊 数学啊 音乐啊这种某一个方向上登峰造极 他往里深沿 很多游戏其实会附带的一些历史 地理政治之中很宽泛的信息 他又能开口孩子的眼界 还能够在某一些方面上 开口孩子的认知 他的清洁设计的时候是很巧妙的 所以我又前几天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在国内的一个家长 他是带着孩子打那种 青少年玩的游戏 那种任天堂 那种在清洁设计上是亲子游戏 这方面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羡慕 因为我家长他们其实不怎么玩游戏 就是我一个人在玩 对 但是呢 我也不是全骗着孩子说 我一定要说一些 就是我现在看来 因为我20岁了 我要说一些 我认为大道理的话 就是可能大道的孩子们 你们也要听一下 对孩子来说 家长永远是爱我们的 他们不会说刻意的去毁灭我们 去毁坏我们 不然他就不会生你出来 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他起码最起码是带着一个爱你的初心 可能他在某些方面 他的认知会和你不一样 这个时候就需要你去和他指出来 你觉得哪个地方他做的不对劲 你们要平心静心的去探讨去理解 孩子们最重要的一点要认识到 大人的经验永远是比你充分的 他们吃过更多的苦 他们掉过很多的坑 他们不希望你也掉到这些坑里 他想把他们的经验传导给你们 有时候可能方式可能不是很合适 有时候你会觉得不能接受 但是你一定要理解 你要善于把他们说的这些话 把他们说的核心思想抓出来 就像做题做英语题的阅读理解一样 把这些经验人生经验抓出来 运用到你自己身上 这样以后你就不会掉进那个坑里了 你就不会以后二十岁二五岁有一天就 啪唧摔得很惨 遇到了一些很大的挫折 这是家长最想避免的 也最想他们最想做的 然后有时候包括我自己 我们毕竟是青少年了 我们的自制力有时候没有那么的充分 可能有时候我们自己都意识不到 我们会需要一些外力 比如说沉迷游戏也好 或者说沉迷某些事情也好 我们会有一些时候 真的是沉迷进去就钻不出来了 我们会需要下两的一些外力去帮助我们 他们并不是说就是限制你 就是绝对不知道你怎么怎么样 他们只是为了帮助你 为了让你好 这点就和我的初心联系起来了 对 所以就这一点真的是 希望两方都能够互相理解 互相看到对方的观点 互相看到对方的难处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好 我有点说的太长了 我们继续 就一共三个三点 我就会尽量的缩短一点 第二就是也有很多孩子问 精神健康的问题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 现在好多孩子 他们有这种疑惑和问题 现在细细的渠道越来越多了 比如说有的孩子会问 有些家长他们可能更关心我的成绩 他其实不太在乎我的感受 这是孩子的看法 或者是引用他们的看法 我没有表达我的看法 有时候他们会认为家长说 哎呀自身健康不是病啊 就是你 就是最近情绪不好 哎呀你下车就好了 撑撑撑撑撑就过去了 他们可能会认为 有些家长会这么说 有时候有些家长也会给孩子一些评价 他们会说哎呀你又说我胖啊 你又说我就是怎么样啊之类的 或者说你又说我成绩不好啊之类的 孩子们也希望家长能够接受一些 不一样的观点 或者是觉得孩子不成熟啊 他年轻 在问卷里好多孩子都会这么写 觉得孩子就是孩子不成熟 他希望家长能够 把他看得像大人一样 而家长呢在这方面 在问卷里其实是提的会稍微少一点 但是他们会问 有时候就说孩子的情绪波动过大 他们应该怎么处理 怎么去保持孩子精神健康 这方面我们其实会有很多很多的话想说 但是时间关系我就会尽量浓缩一下 首先对家长我想说精神疾病 绝对是一种真实的疾病 他有时候是在看到的一种病变 你的心经元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 他觉得就是就像感冒发烧一样 他是需要你这样的人去治疗 哪怕是therapy心理治疗 或者是吃药治疗 他都是一种有效的治疗 这种疾病的方式有很多的处罚因素 所以我看到有一个问题是说 孩子们的错或者精神健康都是家长的错 其实是不对的 不全是家长的错 或者说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因素 各种各样的学习压力 学业压力 社交压力 家庭环境 各种各种因素揉在一起 才导致了精神健康方面的这种可能的问题 我也非常喜欢这句话 因为我知道这种论调会让孩子陷入到一种受害者的角色里 而这种受害者思想是会带来一种潜台词 就是我只能靠别人来拯救我自己是没办法拯救自己的 那么其实不然 如果我们陷入了这种不为反而会加重一些 就是让自己的能力反而就给自己的能力不那么好 找一种借口 而这对所有人的成长都是不太好 是的 把所有事情都怪到家长身上绝对是错误的 这种事情只会让孩子找一个借口 让他变得不自信 他就会说 哎呀是别人导致我这个问题 我就是这样 我开摆了 我摆烂了 这是我们孩子用的一个词汇 就形容躺平了 这种借口会挫毁他一个孩子的自信 慢慢就会让他慢慢变得没有那么有自信 能力慢慢会下滑 特别谢谢宜文 我们继续说家庭环境 家庭环境和孩子的评价是很重要的 一个青少年或者说车位前的时候 他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都是在家庭中度过的 可能上学以后是他会去上课 但是每天晚上会到家 他会在一个放松的环境里面度过在很长一段时间 这部分的评价和这种因素的 这种一个稳定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就是我最想特别想参加的一点 寻找帮助绝对并不可耻 我们叫remove stigma 这是英文 中文叫去污名化 就是在我们亚裔的话中 我们会对这种 精神健康对有一种污名化歧视的感觉 就好像你看那个谁谁的孩子 他好像有心理疾病 好像那么可悲可耻一样 并不是的 就像我们说的每五个钟 只有一个孩子会有健身疾病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生理的疾病 它就和感冒一样 没有什么可悲可耻的 如果有问题就去寻求帮助 就像你感冒了你就会去看医生一样 你不会说 哎呀我感冒了 我好自卑啊 我好可悲啊 我就白烂了 不是这样的 所以寻找帮助永远不可耻 而且我们永远鼓励你 孩子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 然后还有一点是 家长们的一言一行也会影响孩子 就是和家庭环境是一个 类似于是一条了 我们的每一言每语 有些孩子其实是很敏感的 我们后面会有一个故事 分享给大家 其实很多 哪怕是患有精神疾病 或者说我们这个年轮的孩子 我们其实非常敏感 我们能够猜到你们想说什么 我们能够知道你们的微表情啊 你们在暗示什么 所以就是有时候 要想照顾孩子 家长们一定要先照顾好自己 让你们自己的情绪先 就是保持一个比较positive 比较积极的情绪 你们才能够在无形中 教育好孩子 帮助好孩子 又说了这么多 那么对孩子们呢 有一点非常关键 大家都不是心理疾病的博士啊 或者医师讲师什么的 我们都是学习者 我们都是在学习的路上 我们应该一起去学习 而不是说指责在这 哎呀你这个教的不好 你这个教育的不好 这种情绪是没有帮助的 也不会帮助到你 所以我们应该一起学习这种 所谓的将来的路 应该怎么走 然后这一点 下面这一条 其实可能并不适用于所有人 因为我知道大家可能 并不是都会那种情绪失控 大家可能失控都是对我来说 我的妈妈经常是教育我 你要慢慢学会控制情绪 而不是被情绪控制 就是你要慢慢的 学会在那种很生气 或者很难过 或者很抑郁的时候 慢慢学着和他共存 慢慢适应他 慢慢做再调整他 而不是让情绪调整你 这一点对我是特别有帮助 我就是想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们觉得合适 就是也可以就是 对就 听一下 但是就again 这是对我本人的一个 一个建议吧 然后最后一点 就是爱 这一点其实是很多很多 家长朋友们在文件里提出来的 就他会觉得孩子们好像 不够理解他们的支持和爱 就无论家长朋友们做什么 有没有去提供怎么样的帮助 好像孩子们都觉得无所谓 他们不理解 他们也不会感谢你 他们也不会感激你 这点真的会让他的朋友们很伤心 我和我妈妈去身上会有这种话题 他就会觉得真的是 付出了很多 孩子们意识不到 这点呢 我就先从家长朋友们开始讲 家长朋友们就会说 为什么我们提供的都是爱和support 孩子还要这么叛逆呢 他为什么就不想听我们的这种 建议也好 我们的爱呢 对我们存在不理解 有一句话是 家长朋友们才问见李钱呢 他说爱是恒久忍耐 并有恩赐 对我们就放在这里给大家看一看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 怎么鉴别真爱和表面假装的爱呢 这一点其实我待会也会说 就是孩子们的时候真的是会 假装你知道吧 假装哇好谢谢你 这种之类的 但是真爱一定是藏在这个下面 我慢慢的讲 然后再说孩子 孩子呢 他们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特别塞了 就是让我发现很深刻 他就觉得家长不爱他 只是爱孩子这个概念 他只是爱一个专身的纽带 这个可能是个例了 就并不是所有的代理都是这样的 但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个例 但是我也想讨论一下 然后为什么要生下孩子 生孩子的意义是什么 孩子的家长的爱理 是不是夹带着期望和回报 这都是一些比较深刻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孩子们其实是 大家会想很多事情的 但并不是一个纯白的白纸 对 其实家长 我们在做research的时候 也读到了一些文章 其实我们会发现 家长这个群体 他们会观察自己的小孩 但是他们更多的是 根据自己的经验 然后根据自己的观察结果 所有的自己一套 对于育儿方式的想法 但是很少去有人 关注孩子对于家长的观察 其实孩子对于家长的 方方面面是非常非常敏感的 尤其是很多孩子 会去观察家长非常非常细小的事情 然后来用这些细小的事情 论证自己是否被爱着 那么这种观察 以及我们的文化背景 让我们即使观察到了一种结果 也不会去直白地表达出来 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我们其实要表达出自己的感受 因为当家长认为 我在做爱你的举动 我做的爱你的举动是 比如说我监督你的成绩 我帮你做家务 我给予你经济支持 但是或许孩子需要的只是你的信任 但是这种观察 即使我们观察到了 但我们没有沟通 导致我们给予的东西 是对方不需要的 那这一点就导致了 孩子会有 会不会我的家长并不爱我 因为他从来不听我在说什么 而家长也会有一种 我都已经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了 但是却没有得到我想要的结果 是的 是的 我特别认同一文的这个话 就是沟通真的是 建立在你们爱的基础上 他能让你们两个人 就彻底的bounding在一起 就能够理解到 对方到底是想做什么 这种理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也是我们一定要努力去做到的 所以就我接着一文的话说 我们要回给家长朋友的一些问题 就是到底为什么 家长会觉得孩子不理解他们的爱呢 除了一文说的这种沟通的不充分以外 他有一种有可能是方式的问题 就比如说可能像一文刚刚举的例子 孩子们需要的是信任 需要的是支持 他不一定需要那些进钱的忙碌 可能等孩子大了以后 他可能经济上是可以维持自己的 他需要你去关心他去爱他 但这个时候如果家长朋友们就说 我给你打点钱吧 就是好像我很关心你 然后就是觉得 哇孩子应该会很开心吧 收到钱 但是孩子其实需要的是你去看看他 就这种问题真的是 沟通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而且还有一点是 关于你刚刚那个期望的问题 我其实也想聊一聊 就是有时候我自己小时候会有一些疑问 就说哎呀妈妈养我 我会不会就是说家长大了 我可以回报他 那是不是就是为了这个养我 那不是说爱 就是回应孩子的那个问题 他是不是只是爱孩子这个概念 我觉得我可以90%的担保 绝对不是的 家长们对孩子的爱是一个很复杂的 一个多面性的一个东西 当然期望肯定是一部分 他希望你看到你将来成才 将来成功 他不一定是为了回馈你 他不一定说你将来成大了 要回报我 但不是为了这个 家长们看到孩子成功 这件事情本身 就会给他们很大的高兴和快乐 他看到他们爱的结晶 在将来能够资历能够成长 能够成功 这是一种莫大的成就感和快乐 是一种爱的帮你 而且除了这一点之外呢 当然回报我们是肯定要提的一部分 因为我们中国文化是讲究传承 讲究孝道 我们是一代一代人的传承下去 把我们的文化 把我们的精神传承 这种传承 就一定会有一环扣一环的回报的连结 这层文化是我们中国文化 逃不开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它是很正常的 也是一个很客观的现象 我们不需要去回避 或者去污名化它 这是一点 我看到一文有些话想补充 对 因为跟就是就这个回报问题 我其实在两周以前曾经跟我妈 因为类似的问题探讨过 就是我当时会认为 我自己一直以来给自己的压力都很大 是因为我觉得我的父母移民过来放弃了自己国内的事业 从零开始 然后不仅是精力也有财力方面的损失 那么去回去回报它在我身上的投资 那么我一定要变得很好变得很棒变得完美 变得它能够拿我出去跟所有人比较 并且可以非常自豪的对我 但是同时我也会觉得 或许我确实在成长的过程中花了很多父母的钱 而在这一刻我已经能够 在20岁已经能够去独立出去打工的时候 我是否应该不再使用父母的经济支持 然后能够让他们多为自己的养老存下一点钱 但是后来我妈妈包括我们在问卷里得到的回答 就是她说您的我们问我们在问卷里提了一个问题 是您的孩子将来做什么会让您改到快乐 我们得到了非常多的回复 但没有一条是有关我希望她将来能够为我养老 这样的话题 所有人都在期许着孩子能够独立生活 能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能够做一个内心阳光健康喜乐的人 没有任何一个回复是跟金钱有关的 就是当我去在意因为一些经济问题 我是否应该在一个年轻的年纪 能够能够帮助的年纪去承担经济压力的时候 其实我的父母根本就没有希望我去管这些 他们唯一对我的期望就是 希望我可以成为一个快乐的人成为一个健康的人 所以当然我们说这个问卷是匿名的 但因为我知道我妈妈是什么时候填的 你不要想 我知道我妈妈是什么时候填 所以我能看到我妈妈的回答 我当时是很感动 我妈妈在给孩子打分这里填的是一个十分 是一个满分 是当时我们整个问卷的第一个满分 我是非常非常高兴的 然后我还看到了我妈妈希望我做一个内心阳光 健康喜乐的人 所以我真的是看到了之后 我就打开我的房门 冲到我妈妈房间里去给她一个拥抱 因为我们在探讨完那个问题之后 我其实还有一些顾虑就是我的父母到底会以什么一种方式爱我 他们真的会觉得我呃有优点吗 会有这样的顾虑 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不是很自信吗 但是其实我妈妈即使有的时候说我房间收拾的不好啊 做饭做的也不是很好吃啊 但是她还是很爱我 然后觉得我是她心里满分的那一个 这是让我非常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 我特别会理解这个英文说的 就是我也是 我也看到了我妈妈可能是什么时候 然后就是她也打了一个九分吗 但是有时候就是父母的一句简单的鼓励一个评分 就让你真的是让孩子感觉很感动啊 他原来是一直在那里支持我 他一直在爱我 又说的有两点我想继续就是继续聊下去吗 就是关于这个孩子的话题 世俗的金钱这方面我们是没法避免的 因为我们现在要生活吗 要吃饭要睡觉 心情方面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但是父母对我们一定不是说带着这种出发点 说是你要在那里要给我挣钱养我 一定不是这种出发点 中国文化讲的是一个传承 是一代一代向下走 而不是说一代一代向回走 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塑料的一个事情 永远是一代一代把我们的精神 把家族 把家里的这个传承文化传下去 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大家虽然说会为金钱考虑啊 会忧虑啊 但是就也不要太担心了 车到山前必有路嘛 对 然后还有一点我特别想强调的就是 为孩子们为家长们都要说 这最后一句话 无论有多少困难和险阻 孩子们和家长们对你们彼此的爱始终都会在 这是一种天生的爱 谁也打破不了的爱 家庭的爱 他不会说是任何一件事情可以阻挡他 不会有那么简单 只此而已 所以就 对 大概今天就是关于爱想说这么多 不过呢 还有一点是关于理解的 就像我们之前说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沟通 除了了解孩子们在想什么之外 要达到完美的沟通 就一定要理解他现在在想 Again 这个一定是要结合一些具体的问题 具体的事情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要去问他 你要去跟他聊 不过一文刚刚有一点 就是也是让我就是 感觉了起来很 很赞同吧 就是这个理解 往往是需要一个 常年累月的一个bonding 但不是说可能 现在你和你的孩子 关系不是很好 不是说我今天突然说 哎呀我要和你好好聊 突然就好了 就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那一次我很生气 就是因为一件事情 我和我妈妈闹矛盾嘛 我妈妈就和我去说 来你坐下再来聊会呗 她喜欢跟我谈心 我当时就很生气嘛 我在系统上 谁跟你谈呀 我就自己跑了 我就跑到我房间去干我的事情了 就是这种 达到这种爱的信任 这种bonding 一定是常年累月的 它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变成的 可以组成的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慢慢的 在生活中慢慢去实践一点点 你一定会发现 你们的关系是在越来越变好的 你们的关系 是在一点一点向上 往前进的 这种理解 这种设身处理的理解 一定会是有帮助的 对 就是像说这一点 然后 除了说了这么多空的东西以外 你不算很空吧 还有一点是 我们到底能做什么 具体的事情 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来复习一下 我们的沟通四个要素 那么就是我们要观察对方 不管你是小孩还是家长 你要观察感对方的感受 然后以及提出自己的需要和请求 我们要给予 我们在沟通中要给予互相同理心 并且要把这种同理心施加到沟通上 要用自己的语言说出来 而不是在心里默默的知道 以及家人之间的沟通 永远不是一个排斥的 永远是需要所有人去进 去慢慢构建出来 然后不要去有这种排斥态度 就说我不想跟你聊 因为我们是长辈和小辈之间关系 我觉得你知道理解我是理所应当 其实不然 因为我们都是先是人 然后我们再是父母与孩子 那么听到批评的时候 大家一般都会以生变或退缩 生变退缩或者反击 然而一旦专注于彼此的观察 感受和需要的时候 我们才能真正发现内心的柔情 和对自己与他人产生全新的体会 那么我想最后用一些事例来总结一下 就是我们要明白父母与孩子 是因为亲情维系在一起 我们所作所为永远不是处于 永远不是因为对于彼此的憎恨或者控制 相信今天来听讲座的各位 都是拥有中国文化背景的 同时在这个刘亮医生的文章中写到 就说跟西方的一些国家人比起来 我们会更加关注家庭的情感联系 当然这是有利有弊的 中国的成人犯罪率比美国低很多 一种观点就是说因为我们中国人在做坏事的 有在有做坏事的冲动之前 会本能的去思考 这件事情会不会对我家人产生影响 如果我做了我的 比如说我的小孩不能考工了 类似这种感觉 如果我要是真的进了监狱 那么我的家人和孩子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很多人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 一个想法而决定就不去反罪了 这就是一种重视家庭情感联系而带来的好处 现在的青少年很多也是非常在乎父母的 只是他们也不会把 不会把这种在乎通过言语表达出来 这样看起来其实我们家长和孩子也没有很大的区别 那么包括我们现在放在PPT上这句话 他说他对于父母 他对父母说你要让你的孩子能够站在地上走路 你得舍得把他放在地上 这样他才有机会靠着自己的双腿前行 对于孩子说你要让孩子 你要让父母放心你能够自己走路 就要首先锻炼起自己的能力 让父母看到你有能力 而不是说我觉得放任你一定会出问题 那么你还要求我放任你 就是你作为孩子也必须要让父母在你的能力方面放心 这样他们自然看到了就不会再干涉你的很多生活 最后我想要让您说 没问题太客气了 我就是说不只是看上能力 有时候看到一个态度也很重要 就像我们的生活中经常是 我慢慢会说你看Leo他今天在努力做某件事情 可能成功与否他并不是特别care 他可能更在意的说是他尝试去做了 他用你权利去做某件事情 这种态度往往带来的就会是一个积极的结果 尝试去走路就是一件很完美的事情 我完全赞同 那么最后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 theory吧 它叫做爱里克森社会心理发展阶段 大家可以从这张图上看到 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 其实都有社会心理危机 都有需要思考的问题 并不是说我活到一个40岁 有了小孩的年纪 我就可以停止思考 我的心理健康 我的社会心理 我的心理在社会学上就不会发展了 其实不是的 正如爱里克森和他的妻子穷爱里克森发现的一样 如果要成为一个健康并且有建树的个体 我们的成长必须是循序渐进且永无止境 直到我们入土的 所以我们要跳出一个局限 就像我们讲座的副标题所说的 即使我们已经为人父母 但是我们仍然在学习仍然在成长 我们常常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 但是也许父母也是孩子的第一个学生 当我们在用自己的人生经验去教育孩子的时候 或许自身也在受到时代以及新事物的冲击 与孩子沟通可以成为一种学习的过程 而我们希望这个讲座可以让各位家长 在沟通时放下一些作为长辈的架子 以朋友的态度 去给予对方最大的信任 让您和您的孩子之间能够创造出平等沟通的环境 而对于孩子来说 我们本身就经历了快速的成长 在各种信息与机会朝我们扑面而来的时候 我们肯定会在未来面对独立的快速疼痛和更多的挑战 而我们的父母尤其是在东亚背景下 永远是我们在追逐日月星辰苦道上能够回归的岗了 对的就像永远说的我们的成长愿是无止境的 不过我特别想鼓励一下 在做各位的每一个家长和每一个成长年朋友 你们今天今天来到了这里 听我俩这么唠叨了一个小时 你们就已经在成长了 你们就在探浪的生长的道路 你们愿意为了你们的孩子或者你们的父母 或者你们的家庭关系 你们再做出努力 所以我特别想给你们鼓鼓个掌 特别谢谢你们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正式的讲座应该就到这里了 画面是现场的问答环节 对 就像Iris就是说的 我们现在就是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小的现场的问答 大家就可以聊聊你们可能有的困惑 或者想问我们的问题 对 或者问各位家长朋友也可以 请各位有问题的人可以先举手 然后我们按照举手顺序 嗯 呃 然后各位开麦发言就可以 如果想要导在chat的也可以 没问题 是的 就是再强调一点就是我们要保持尊重 保持乐观的态度 我们不要批评大家的各种观念 嗯 可以了 开始吧 Iris 请您开始发言吧 我们准备好了 好 我还是把我的视频打开吧 OK 我还是把我的视频打开吧 首先那个我是 先说说我的感受啊 今天为什么要想发言 嗯 我觉得 第一非常感谢 Liu和Yuan今天做了这样一个题 我觉得我刚才其实认真的听了 我看到就是几个我熟悉的朋友 包括Shirley Tipnia都是非常认真在听 这说明了一个就是我们家长 对于这个topic的一个非常渴望的交流沟通 想听听你们在想什么 所以我认为今天的这个topic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section 所以我希望将来你们可以举办系列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话题 因为这个话题呢 实际上是我们家长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 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也想听听你们是怎么想的 那么同时我们也想在这样的一个场合 在更多的家长和更多的孩子参与的场合呢 共同分享我们共同的心声 我想这是每一个今天来参会的人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吧 就是这是第一想说的感谢 就感谢两位组织了这么好的一个会议 感谢 感谢哈 谢谢 第二点呢我想说可能好多人也不认识我 其实认不认识我不重要 我今天呢就是说一个special的嘉宾 因为我是Liu的妈妈 所以呢 Liu今天是主持人 所以我想对他说的一些问题呢 做一些相应的回应吧 谈不上是叫什么辩论或啥 我只是讲就是说 从一个家长的角度 怎么去看这个迷惑 当时我是怎么想的 希望我的这个经验呢 也许会涉及到一些个人的情况啊 但是我不建议分享 我和Liu之间的这种家庭的个人情况呢 希望能给在座的家长也好 孩子也好就是给一些帮助 其实孩子们想的 和家长想的吧 想法总是好 但是在每个人在各自的立场上呢 有很多的这种不同的想法 都需要双方去了解 我看到你们的topic里 PVTV写了很重要的 关于沟通的重要性 其实大家都是有渴望 这种沟通的这个必要的 但是呢就是说 怎么很好的沟通 这个呢实际上还是有很多技巧和方法 今天你们也列了很多的一些方法 我也很赞同 但是这个学习的过程 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 都学习个长期的过程 刚才Liu和郁文也肯定了这一点 所以这点上我觉得你们的内容非常丰富 但是要做下来呢 可能需要双方就是很大的一个努力 我其实后边想说的那个 第一个先说第三个 应该是第三个了 我说一下我的这个背景嘛 就刚才简单说一下我们 我们俩客人的情况 我跟Liu是2018年来到美国了 其实Liu说的不太完整 因为有些消息他不是很理解 就是我其实在2017年7月份提交的这个移民申请 在这之前的时候我跟Liu讲要来美国 因为我觉得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大家看到Liu的性格相对来讲是比较open的 比较活泼的 他在学校一直是学生会的digitans 我认为以我的经验和理解 我认为美国这样的环境 这样开放的环境 对Liu的成长会更好 所以有这样一个机会呢 我就应该用奋不顾身的 就争取了这个机会 然后Liu的当时的高一的同学的家长 跟我还有联系 都说你挺厉害啊 你想做就做到了 其实不是只是我在一方面的幸运而已 当时为了培养Liu来美国 我最早跟Liu说要来美国 他是抵护的 他完全抵护 他说我不去美国 我是这个社会我去美国干啥 然后我应该是在2017年 忘了17年的时候 花了4万多人民币 给他报了一个美国的两中游 那时候他是第一次来美国 才知道美国原来还这么open 好像我记得是上了一堂化学课 对吧 然后觉得 美国的这个学校的环境真好 他才有了一点点兴趣 因为这是背景了 就是他后来就跟我来了 跟我来 其实来以后 就是说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呢 刚才Liu讲的就说这个 叫什么 就是他的这种孤独 或者他的情绪 我其实真的是没有注意到 我觉得就是我们家长 需要就是以后去 需要注意到孩子的程度 他画了一个新的环境的话 他一定会不适应的 但是我觉得我没有 过多的注意到这些 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第一天我带Liu去 那个 Heritage报道的时候 在楼道里 六冲大喊 你为什么要带我来美国 生死给他 他根本不问 那是一个公共场合 我跟他爸爸都崩溃了 就是你知道吗 我其实熟悉我的人知道 我国内还有公司 还有企业 我放弃了我所有的公司 我现在的公司 每个月现在还有几十万的开支 我全力了来陪他读书 但是他这种不理解 让我愤怒的 我也很愤怒 我心里也是很急的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就是在这方面呢 就是家长和孩子 是需要共同期成长的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刚才六 谈到了这个情绪管理 我认为六 我们到今天是来 美国第五年了 就刚过了四年 我就认为六 这几年的成长 最大的成长 就是情绪管理 这也是我最开始 当我意识到 我俩之间有问题的时候 我最先跟他讲 就是情绪管理 你如何来控制你的情绪 不让这个情绪来左右你 我们六 你还记得吧 SAT语文考试的时候 那天晚上 这个疯狂了 第二天考试 发现今天还有一些东西 没有准备 他那天冲我疯狂 我冲他也疯狂了 我也开始疯狂 疯狂的结果 例如可能你不知道 我当时在户外 后来我去给你买个银鸡的时候 我嚎啕大户 我不建议给大家分享这个 说到这儿 很激动啊 抱歉 我想说那个 就是其实父母和孩子 沟通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就是说 大家都是想很好沟通的 刚才六 你讲了很多就是说 关于沟通的重要性 我认为这个沟通的重要性 对孩子和家长 大家都不质疑 没有人去质疑 但是我想强调的一点是这个 沟通的意愿性 什么叫意愿性 我想沟通吧 我想改变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六 就做的比较好了 就是说 我想在这里我想对孩子们说 因为我现在是一个家长 真的 孩子们 就是你们永远要相信父母 对你的爱 是真的是无比的就是广大的 或什么样子来形容 你永远不要怀疑父母 对你的爱的这个成果 所以呢 咱们有一句话就讲 就是说什么 婆媳是天敌 姑嫂是天敌 其实我认为孩子们 你们在小的时候 你们不自然的 把你的父母当成你的天敌 因为你太熟悉他们的爱了 因为你太熟悉他们的说话了 你对他们有天生的偏见 所以我今天如果让我发言 我想跟在座的孩子们说 一定要试图相信你的父母 信任很重要 你的父母是特别爱你的 所以你不要把你的父母 当成你的天敌 我觉得可能这些话 对孩子们说起来 是不是有点重了一点 但是确实在我跟Ryu的这种沟通中 他有时候会觉得 妈妈你无论说什么 我都不会相信 他选择就是说 至少马上都会相信 所以我想劝孩子们说 试着去相信你爸妈说的话 试着系和他沟通 这个沟通的可能 刚开始沟通的不是很好 但是随着这个 你们的相互的理解 相互的信任 相互的沟通越来越好 你们的时间的距离会越来越好 所以我觉得 打开你的心配很重要 这点尤其是对孩子们很重要 我觉得父母对孩子 只要孩子有一点的感觉 那父母乐得都屁点屁点 对吧 所以我觉得 只要你孩子愿意 坐下来听妈妈 或者听爸爸来讲一句话 或者说妈妈 我想跟你沟通一下 我跟你说那次父母 都高兴得不得了 这Ryu你也听了 我也是这样说的 所以我想就是孩子们 有什么想法的话 我觉得咱们的父母 你们的父母大概都受过教育的 所以对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沟通的方式 包括尊重你的隐私 我们是有sense的 我们不会那么强暴的 比方说像我们的老爷 你们的姥姥姥姥爷 爷爷奶奶那边 就说不行 你们所有的都跟我说 你所有的都跟我讲 我们不会那么强暴的 我们受过大正规的大学教育 我们有我们的这个idea 或者我们知道尊重你们 当然我也知道 你们也开始在尊重我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所以在这里第一个 我想强调的是说 这个就是这个沟通的重要性 毋庸置疑 但是这个这个叫什么 沟通的意愿 就是我希望就是大家 足够的可以心非 这个对孩子和家长来说 就是特别特别重要 对父母来说 因为作为一个父母 其实听了今天六和一文的那个讲座 我觉得我很感动 感动的一点在意是说 其实孩子们在他的 青少年青春期成长期间 确实是有很多抑郁的情绪 我原来不理解 我就说就是随 我觉得这个慢慢的 就是交流的增多的 觉得孩子们 确实有他们的压力 就刚才六说的那一点 我特别肯定 最开始的时候 我是反对的 就比方说玩游戏 大家每个家长 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说孩子 你从老玩游戏啊 六知道 我为他这个事情 骂我才不知道多少次 但是后来六有一点 他是通过我的观察 他说服了我 就是说他在玩游戏的国中 确实学了很多课外知识 去记得 当然他今天又肯定了 他语言能力的提高 就是我有一次在发现 聊天的包括我爱人说 昨天我发现六的 这个知识面很宽的 我说是吗 后来我问他 我说你这些知识从哪去 我玩游戏啊 我才知道 其实这样 所以我后来 反正对孩子的一个教育 就是说只要他 能 handle自己的事情 他的学义 他各方面的安排 我不再管理 我现在唯一管他 就是晚上别弄晚睡觉 我想说这一点就是说 我们孩子真的是 有很多的情绪的问题 是我们这个年龄 不理解的 我们要尊重他们 要试着去 叫什么 承认他们 就是说没有什么大不了 但是呢 要学会接受 我们最开始是不接受 我就觉得 你们自己看 利用这种行为 他怎么会抑郁呢 神经病啊 不可能的 但是事实上 他跟我讲 后来经过多次的谈刑 他跟我讲 他其实内心还是有很多的 情绪的问题 或者是叫一定程度上抑郁的问题 我觉得这点呢 就是 是需要这个尊重的 然后 只有这样一个的话 就是说你跟孩子之间的距离 才会越来越近 然后关于回报的话 这个最后一个问题我想 不知道大家太长时间 我就想说这个回报的问题 其实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的经验 就是我是从农村出来的 我对六的不满意来自于什么呢 就是说我觉得六呢 他应该比他现在更好 他应该再努力一些 但是六呢 观点就是觉得 我已经很幸福了 我干嘛要那么努力 我为谁要那么努力 我为什么说我来成功孙的呢 其实从父母的角度的孩子们 就是我想对孩子们说 就是说 每个父母对你们的期望 就像刚才一文讲的 他妈妈讲的一样 就是希望你们健康快乐的 平安的生长 过自己的日子 对你们来说 这是最好的事情 但是对父母是最好的事情吗 因为父母对孩子最好的回报要求是什么 不是金钱是陪伴 我只有一个哥哥 我哥哥是上的初中就没有上学了 但现在来说 我妈妈供我上了大学 我从河北走到北京 现在来到美国 我陪我爸妈的时间很少 但是我哥哥和我嫂子呢 天天陪着我爸妈 那你说从我爸妈的角度来说 谁更孝顺呢 谁对他的回报更大 可能是我哥哥不是我 所以我想请你们记得 就是说现在父母培养你们 让你们读更多的书 学更多的文化 去见识更多的世面的话 是为了让你们自己的生活生活更好 没有一个父母说说 就像刚才一文讲的 说你家里养我吧 什么的 现在这样 尤其你们的父母 基本上都是这种 教育程度比较高的话呢 没有这么狭隘的这个想法 都是希望你们快乐 你们过得更好 更健康更快乐 好吧 最后我再感谢今天所有的人 感谢六感谢一文 好了我发言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妈妈 真的是说了很多我们想说出来的话 对谢谢 然后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不多太长的回复了 我有很多话想跟我妈说 我的一会会议就是我就去找他 他有在我三米远的地方 对我就是 我就说一句真的是沟通的重要性 然后真的是很意愿性也很重要 然后其实我妈刚刚说的 关于我的信息他有些他也说错了 我俩现在也没有让很高效的沟通 就肯定是要 才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 就真的特别谢谢各位今天能够欠了 也特别谢谢妈妈 也特别谢谢一文 就是天文你时间里都能给我这个机会 然后下一位是温迪 温迪三逢 你可以翻演了 喂你好听得到吗 没问题没问题 听得到 没有就是想说 因为我想来现在是11岁 然后他就 反正我跟他说很多话都不听 就譬如说 今天吧 就譬如说下午有一个就是活动 是那些打球啊 就他有很多什么球类 乒乓球啊 羽毛球啊 就打篮球他也喜欢 但是我叫他去 之前叫他去去 昨天叫他去 今天叫他去 然后到时间到的时候 他都在家去 他都不去 就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就说来说去 他都是 就都是对 对于他好的事情 但是他都是不听啊 不去啊 所以我我真的 我真的有 有时候失去内心 有有时候如果他他说来说去 他都不去 我就想发火 但是发火又不是很好 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办 这一点我真的是感到这种 因为原来我和妈妈也是一样的 他还有去某什么培训班啊 或者是对我好的那种 教育机构或者是打球 我就不说哎呀我不想去 我有自己的安排 就这种心理是特别特别正常的 在小孩心中 然后其实这种信任的关系 也是慢慢培养 就是一种 你像我现在20岁 我也是我们慢慢培养这种关系 我慢慢体会到啊 他原来是怎么怎么样 这种技巧真的是就是 可能需要慢慢时间去培养 就是您是特别辛苦了 这么长的时间 能够坚持去跟孩子去分享 也非常的辛苦 对就是可能 嗯 等孩子再大一点也会越来越好 然后其实还有一点是 与其我们家长去推荐他 就比如说我妈妈 给我推荐个项目 我可能真的就不想去了 不如就是您 无意中让他自己发现 比如说你可以写个传单 放在家里桌上 就是你不要跟他说 让孩子自己看见 他说明就会问你 这是啥呀 就是好不好玩 就可能会有一点帮助 对 但可能还是要看时间 让他慢慢成长啊 慢慢有这种更多的信息进来 会好一点 我觉得您也可以去问一下 为什么您的孩子不想去 因为我是 我的父母从小就培养我各种兴趣 嗯 包括我从小是钢琴 跳舞 画画 然后各种运动 我全部都参加 然后我我妈妈到现在 还会跟别人说 我小时候五岁多的时候就开始弹琴了 然后五岁多的时候 就是每天练琴坐上琴灯就哭 坐上琴灯就哭 没有办法 就是不喜欢 没有办法的 那么在他不懈的努力之下 然后到了小学之后 他意识到 如果他再这样逼迫我 我也不会在这方面有 就是不会在钢琴方面有任何建树 当然我倒是弹的不错啊 先说一下 所以他就毅然决然的把我的钢琴课 退掉了 然后后面也没有再逼迫我去参加任何 课业上的补习 其实我很感谢他这个决定 因为这个决定是我们商讨之后得到的 并且他也让我能够把我绝大多数的业余的精力 都投入到我喜欢的绘画事业中去 并且我确实也通过了我的绘画就是这个技能 进到了一个不错的学校 所以我觉得从现在来看 我觉得我妈妈当时放手的这个决定是很明智的 也是我们之后沟通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去问一下 比如说你让你的孩子试了那么多球类 他是一个都不喜欢 还是说只喜欢一个 但是只想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这一个上面 不是啊 很奇怪 他譬如说他喜欢打篮球吧 因为那个活动里面也有打篮球 我就说你你喜欢 你就去看一下吧 他反正他说来说就是都是不去 而且他之前参加了一年那个乒乓球 培训然后后来说 后来就是那个教练教他参加比较高程度那些 就他去了也有几个月 然后就就不想去 然后就就干脆就后来干脆就很抗 去干脆就说哎呀我不参加了 然后我有帮他找过其他地方的这个乒乓球 他连进去都不想去那我 那我说你干脆参加一下其他那些兴趣班吧 他自己也 他自己也也也不不就也不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就他差不多什么兴趣班他他都不想去啊 就他以前也夸夸他现在也不想去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跟他说了很多次他但是他也他也好像没什么法 你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说他是之前是喜欢篮球但是有一次你说有一个篮球活动 让他去他却不去了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喜欢的并不是篮球这件事情 而是跟他一起打篮球的人呢或者是像您刚刚说的乒乓球活动 有没有可能他是一开始很喜欢平方球 但是他的兴趣是建立在我打的不错我打的很好 建立在这种成就感上面 那么我一旦打到比如说更高阶级然后遇到了更强的对手 我逐渐逐渐不能从这种运动中获得这种成就感 他就不再去喜欢这种运动了 就是你可以去呃带着一些自己的思考 然后去问一下自己的孩子 我觉得很有可能他是有自己的原因的 他并不是说我真的突然某一天我就不喜欢 然后我就不去干某些事情 你多多相信 对对我就想就是想问一下你们怎么样沟通 因为我问过他真的很多次然后他都不说 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办 嗯可能是找一天就是看他心情好的时候 因为就是有一个是看孩子的 他如果有时候就是不想去他的聚餐 或者说比较难过的时候 但不太会想跟家长敞开心扉 就像呃哄妈妈在车里说的 就有时候让孩子向父母打开心扉 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有时候真的是要看实际呀 也好看什么的时候 就是而且有一点是我也有类似的经历嘛 我也想说去上那个篮球培训班 有时候真的就是不想去呀 或者就是我不把他当成我的一种 呃特长我就把他当成爱好 爱好就是我想去就去 我不想去就不去的 对 所以就可能还是要找时间或者找个机会 因为你孩子就是 心爱心来聊一聊这样子 对就像我的朋友一直说 他说他的家长 经常会逼迫他去一些补习班啊去一些兴趣班啊 然后这种逼迫反而会让他本身喜欢某件事 但是逐渐被磨灭掉这种喜爱被磨灭掉 因为他觉得就是如果他真的是出于自己的喜爱去参加这项运动 那么这是他的爱好 但如果是哦 因为我的父母逼迫我去参加 所以我去参加 就是孩子会反而认为啊 那我干嘛要听你的呢 对吧 你这样说真的很就是很烦人 就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 就是比如说我吃完饭了 我主动把这个碗洗掉了 但是在我洗碗之前 你突然来一句哎 某某某你要把碗洗了 这件事情就不再是我自发想要去做的事情 而是来自父母的命令 那么我往往就会觉得那我就不洗这个碗 我干嘛要洗这个碗 我把那个碗往水池里育人 对吧 你最后并没有达到你想要的结果 而孩子也没有就是做他想要做的事情 嗯 因为时间关系就是我们还有一位朋友想试一下 我就是我们下次有机会的话 我们就要讨论这个话题 就是让孩子长时间时间 好多好多 谢谢 谢谢您 嗯 提问家姨 啊首先对我 我也是对今天的讲座 大家这个艺文和Liu带来的这个话题 我觉得讲的非常的棒 我很感动 中间你们提到的很多地方都引起我的共鸣 我觉得你们两位真的很辛苦 这个在学习之旅还准备了一个这么精彩的这样一个讲座 在这里给你们这个表示感谢啊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对家长孩子来讲 都是很关心的一个话题 因为其实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 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关系 但是家人的这个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这个关系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 但是呢当孩子成长到一个青少年的这个阶段的时候 其实各方面的这个情绪啊 可能这个就会变成就像刚才Liu讲的 突然一下妈妈就觉得这孩子怎么就变了 其实我之前看过一本书 就是那位作者就写的 就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家长认为孩子叛逆了 那不是孩子叛逆了 是因为孩子成长了 但是家长还没有成长 所以回应今天 咱们这个讲座在前面这个海报上面写的就是 父母有可能是孩子的第一个学生 的确是这样 其实做父母的也是第一次做父母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是有很多东西就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 那结合到我自己刚才一文在分享说 所有的父母的回应里面对孩子的期望 没有一个是希望说将来孩子长大了 等他事业有成就来可以供我养老 这个是一个比较可能是我们的父辈 或者更老一辈的祖辈 他们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这个养老给自己的父母 但是现在的父母其实也随着这个时代的改变 都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观念上的一些更新 所以对于孩子的期望真的是发自内心 更愿意去让孩子就说成为他最好的样子 那么如何让孩子成为他最好的样子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难有一个最佳答案的 我想也可能找不到一个最佳的答案 只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父母在学习成长 孩子在学习和体会的这样一个过程 尤其就说其实刚才一文分享的时候 我其实我的眼泪都快流出来 因为我觉得当父母的很不容易 真的尤其像我们是作为新移民来到美国 我们真的做父母的其实是抛弃了放弃了很多的东西 其实这个对孩子来讲我们的牺牲很大 但是作为孩子来讲的话 他可能在他这个阶段他并不理解 而且的话呢这个决定是我们做的 我们其实有时候说要求孩子说 你看我为你做了这么多牺牲 对他来讲也不公平 因为不是他要求你这么去做的 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 我们作为毕竟父母是成人 那么我们做的一些决定 我们要为这个决定呢 其实要承担更大的一个压力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对孩子一种情绪 我甚至有的时候我会在 现在我有更多的一些觉察 跟孩子可能争吵完或发完脾气之后呢 我回头会想我刚才为什么会生气 其实我不是在对孩子生气 我是在对我自己生气 我对我自己的某些方面我感到失望 或者我感到有压力的 所以我把这个情绪发泄到了孩子的身上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 我也很感谢孩子 因为他让我在成长 然后那天我在跟女儿在沟通的时候 我在讲 我说我再给他算一算 我说你从现在开始到你可以工作了 还需要多少时间 我说大概也就十年不到十年 那么当他独立了 他有了自己的可以说事业工作 他的生活以后 我想可能父母在他的生命当中的角色 会退出很多 所以我就很感慨 我说妈妈可以这么陪伴你的时间 可能真的也就这么十年的时间 所以我心里面就在想说 我要把这十年的时间更多的是留下更美好的记忆 跟我女儿很好的 好好的过好每一天 所以珍惜当下的每一天 所以今天这个讲座 我想对我们所有在座的家长和孩子来讲都非常有益 因为我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现 我们的彼此之间的爱和支持 是我们生命当中真的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对这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 谢谢大家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主持人 真的非常棒的讲座 再次感谢 谢谢 谢谢大家也谢谢 非常感谢您能给我们 还有Shelie阿姨能够给我们两个这样一个很好的机会 去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 也是为了所有人吧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很有valuable的一件事情 然后再一点就是刚刚听完来说的这个 可能有时候孩子意识不到 或者说是您做了这个决定 作为成年人你们下了这个决定 所以牺牲也好 但其实随着孩子慢慢长大 我们是能够意识到这一点的 我们真的是意识到 随着我们也迈入这个成年人的这个阶梯 这个电档 我们知道哇原来爸爸妈妈为我牺牲了这么多 它是一个慢慢是一个融合在一起的过程 真的是特别感谢您 因为我们其实作为孩子也会去思考我们将来 或许会为人父母这样一件事情 那么我们当然我们唯一的例子应该这么说 我们唯一的例子就是来自于自己的父母 所以就真的是还挺感慨 就是我觉得我以后可能也会像我妈妈这样思考 谢谢阿姨有什么要补充的 那我们就请有请Shirley阿姨 好 我的想分享的也是很简短 但是呢我也觉得很想说 我听了大家讲的呢 事实上都是让我觉得很多事情都真的是受到我的心底去 很感动 特别是年轻人 你们愿意打开 愿意用自己的经历 亲身的体会来 分享出来 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家人们理解 哦 原来年轻人是这么想的 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得 最大的一些感慨就是说那种不条件的爱 我觉得我只想就是说跟各位妈妈和各位孩子来说 就是说这种爱是没有办法可以阻挠的 而且这种爱也是一种所有的我们的思维 我们的换威想也好 沟通也好的一个基础 所以把这种爱给培养下来是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那还有就是妈妈们可以 就是说是在孩子理解你这种爱的条件下 能多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 你知道自己过得越自信越好 那孩子像Liu和一文刚才讲的 孩子非常敏感 你可能一个微表情一个微叹息 或者知道是给他的压力 还是说对他的欣赏 所以我们不如就是说好好的发展自己 让自己更有知识更有自信 在各方面更宽容更包容 那这样对孩子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持 所以我自己感觉就是说 爱和沟通是一种相互的一种流动 而不是一种倾倒 就是说你的爱不要觉得 我就无条件的给你往下道爱 不是的 是一种流动 你能让它流起来 互动起来 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一种爱的沟通和表达 希望以后就是说是这个话题呢 这是我们的一次尝试 也是我们的第一次的开始 我希望以后这样的活动可以持续的搬下去 嗯 谢谢我们的年轻人 嗯 也谢谢施拉姨 谢谢施拉姨 谢谢今天来的每一位朋友 是的 我看到我们在chat里面有很多人在回复 包括包括隐藏在其中的我妈呢 特别谢谢各位每一个人 然后呢我知道我们已经超市一分钟了 在走之前我最后想分享一下我们Nami的接下来的一些活动 首先是我们9月14号和21号会开放新一轮的中文志愿者招募和培训 我们会做我们的5本 我们的链接就在这个屏幕上了 嗯 然后啊 我 嗯 同时我们也有英语互助资源 嗯 是每周一下午的6点钟 所以如果各位有英语资源的需要的话也可以来我们的英语资源互助 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加州大学这个Hill Bridge的公众号 我们才刚刚起步我们非常需要所有人的支持也非常感激大家能够前来 对 嗯 抱歉 抱歉 我的zoom出问题了 就是弹出去了 我现在应该回来了 嗯 我再share一下行刷的哦 抱歉吧 嗯 好 刚刚说到哪了 知道啊 英文招募了对吧 然后下一个是我们的配青少年互助组 就是我们的中文互助组 这个就是如果各位想看就是可能是给各位的孩子推荐 就是我们青少年如果渴望更多像今天讲座一样 我们的一些交流啊关于一些老人就是关于一些老畅商量的话题或者是一些和家人的对话这种沟通 任何像今天一样的话题都可以来这个普通参加 对 但这个可能是面向一些青少年就是面向一些16到30岁吧可能我们这些人想家我们每周每周六在这里讨论对就是想都照一些人了我们目前人还是比较少的嗯然后让一边来分享吧然后我们是在USA Berkeley我们成立了一个新的学生组织 那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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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给他们提供一下这样的信息和机会吧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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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想介绍一下我们Berkeley的今年刚刚注册的RSO Hill Bridge然后它是关注亚裔学生尤其是大学生的精神健康的然后我们会定期去推出一些推文然后呃如果关注了我们NAMI Contra Costa API Department的微信NAMI心理世界的话也应该能够看到我们公众号转发的我们公众号推文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嗯然后就是我们日常的每月互助和每月讲座就是到时候请关注我们NAMI的公众号还有我们最后的最新的推文就可以对 OK今天超时了一点点但是特别特别感谢每一位的前来今天真的是有你们就是让我们的角度更加的完整大家可以交换更多的信息特别特别谢谢大家 我能不能把页面往下走一点你好像一直停在第一页上刚才啊好的好的我重新分享一下请稍等这样的话可以让大家需要拍照啊或者需要扫码的啊现在没问题吧啊现在可以了啊现在第一页上嗯现在还在第一页吗现在是第二页了好的好的好的 就是大家可以把这个二维码存下来然后对 好特别谢谢大家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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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位前来的学习的朋友嗯嗯希望大家在讲座里有所收获然后在这里我也想感谢一下给予我们机会的呃 呃Shirley阿姨和Tiffany阿姨然后也感谢我的妈咪然后我生的那么好看那么聪明 呵呵哈哈哈哈哈哈 sacrothy Cenac 嗯嗯感谢 ux the يا 嗯为你们做好 谢谢我们参与的志愿者啊还有家人啊对 以后希望就说是我们的活动多多的来支持而且有问题也可以提前来问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达到一种交流而不是我们单独就是一面讲好吧嗯 谢谢大家 那我这边结束了 我们 Happy Sunday 拜拜 祝你快乐